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在3月19日报道,美国洛马公司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实验新一代的反舰导弹,这种导弹也就是我们熟悉的LRASM了。 这是第六次试射这种空射反舰导弹,而此次使用B1B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任务,也是美国新思路的展现,即轰炸机打航母思路的成功实践。 不过对于美国海军来说,此次实验虽然成功,但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,仅LRASM的射程就从之前的800千米,已经缩水到了现在的200海里370千米上下,此外打击效果也颇受疑问。 相对于中俄的新一代反舰导弹,LRASM除了隐身和体积以外,几乎悬面落后,即使是其号称世界第一的隐身突防能力,在预警机加先进中程防空导弹加进防系统的拦截之下,LRASM究竟能发挥到什么地步? 确实是个问题,LRASM虽然号称隐身,但实际上还是一款亚音速反舰导弹,并且射程也没有达到其宣传的水准。 唯一优势就是数量,F35B在外挂情况下可以携带6枚,B1D则至少可以携带24枚,B2可以携带16枚。 相对于中俄的同类型武器,LRASM的宝盒打击能力非常强悍,一个轰炸机连队15架B1B同时出动一次,就能发射360枚LRASM,这种数量就只有航母战斗群才能拦截了,并且必须是中美海军的航母战斗群,否则联防空导弹数量都不足, 如英国海军的45型驱逐舰,就只能携带48枚防空导弹,整个舰队即使6艘45型全体出动,也只拥有288枚防空导弹,根本无法拦截足够的LRASM,一次就会被打沉。 中美的防空舰不但能够携带更多的导弹,还可以以一坑四弹的模式装备武器,一艘战舰就能携带数百枚防空导弹,能够应付3到4次宝盒拦截,不过相对于中俄的先进反舰导弹,美国这款LRASM就存在不少问题了, 我国海军目前最先进的反舰导弹是YJ-12和YJ-18型反舰导弹,这两款导弹都不亚于LRASM,YJ-18虽然在隐身性能上,不及LRASM,但射程和打击能力都远远超出,超过600千米的射程和一枚,就能击沉一艘8000吨级战舰的打击能力, 这方面是超过LRASM的,而YJ-12虽然重量高达两吨,但其高达4马赫的速度,和空射600千米以上的射程,能够让YJ-12拥有更强大的突防能力和打击效率,唯一问题就是YJ-12的重量过大,即使是战略轰炸机一次也最多携带6枚, 尖空7和尖16最多只能携带两枚,我国海军数款导弹联合执行打击任务,实际上的打击能力,还要远远超过了单垮导弹,即拦截一种LRASM的难度可比,同时拦截,包括反舰弹道导弹在内的数种反舰导弹难度要大得多了,这就是我国海军的优势, 美国,海军在反舰导弹方面实际上远远不如中俄,LRASM看似先进,实际上只不过是隐身放大版的鱼叉,毕竟即使是俄罗斯都推出了速度高达8马克的告示型导弹,美国海军反舰上的思路,需要一场革新。